好了,所以檢查是美照的健康管理的第一站 但是最關鍵的是第二站 因為我們做完健康檢查,檢查只是手段嘛 目的是什麼?要促進健康,讓你活得久活得好嘛 對不對?我說每年來做健康檢查 今年檢查三個紅心,明年檢查五個紅心 後來檢查十個紅心,你的紅心一直增加 對我對美照來講,失去做健康檢查的目的 對不對?所以我們希望你每年來做檢查 但是檢查以後越來越健康 所以怎麼做?我們的評估就出來了 我們怎麼做?第一個,來美照做完健康檢查 我一定會告訴你,你身體的器官 由哪一些已經有警告訊號出來了 這就是我剛才一開始講的,很多人你有不舒服 很多痛,你都不敢面對他 然後你希望他最好明天就不見了 後天就消失了,就這樣 對吧?所以美照第一個會告訴你 你做完健康檢查以後 你身體的器官由哪一些已經 黃燈信號出來了 我們會跟你講,這是第一個,警告信號出來了 第二個,這個警告信號我們一定會跟你講 為什麼會有這個警告信號出來 所以我們就會告訴你說 因為你有哪一些不良的生活習慣 我們都會跟你講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做一百項的檢查 還有一百項的健康文件 事實上我們就用這種方式去交叉分析出來 很有科學的 好了,警告信號出來了 我們會告訴你,你是哪一些不良的生活習慣造成的 第三個,我們就跟你講說 假如你的生活習慣都不改變 那哪一些疾病會來找你 所以美照會有十大的風險足景就出來了 這個很準 這個告訴各位,這個不是算命的 但是它是有科學 也可以講是科學算命吧 它是很有科學根據的去把它做出來 所以在這個地方,我必須再一次的跟各位分享 以美照的經驗,我也可以告訴各位 現在在座的我們每一個人 你會生病的話 假如你會生病的話 基本上是兩個原因造成的 第一個原因是你不能拒絕 是因為父母親給你的 這個大家同意吧 這就是現在所謂的遺傳 也可以講基因吧 因為你能拒絕嗎?你不能拒絕啊 不能是父母親給你的 第二個,生活習慣造成的 各位,這句話你一定要聽下去 我們有很多的疾病 固然有一些是父母親給我們的 但是很多的是因為你的生活習慣養成的 所以我們會在下個禮拜 不是下個禮拜,下個月 我們還會有一些記者會要召開 我們就會告訴我們所有的人說 什麼叫做錯誤的生活習慣 這個是很有趣的 我們去找到的排名前二十個錯誤的生活習慣 這個生活習慣都跟各位在座的習習相關 而且很生活化 一講你就懂 我隨便舉個例子 現在翹著歐良腿的人 這就是錯誤的生活習慣 有多少人翹個歐良腿 如果你的翹個歐良腿 是已經養成的習慣的話 我跟你保證你現在去做X光檢查 你的脊椎 你的骨刺 你的真身一定比別人快 請各位要聽下去我的話 這是錯誤的生活習慣 對不對 還有很多人上洗手間 總是喜歡帶著報紙 帶著一本喜歡的書 哇坐在上面 要沒有翻完他就不出來對不對 對嘛笑的人很多嘛 對不對 各位大家會心了一下 我告訴各位 這個錯誤的習慣該改進了 因為你繼續下去的話 脫缸會來找你 什麼叫脫缸各位知道嗎 你說不知道那表示你還年輕 有些人點頭 他已經嚐到這種苦頭了 脫缸症瘡就會來找你了 這是不好的生活習慣 在座你今天喝水 有超過1500cc的請幾手 也是少數對不對 我們一般喝水你幾公斤 每公斤必須要喝30cc還是多少 這個數字我忘掉 大概基本上就像我們這樣 一般大概在50公斤的人 大概一天你的水喝水少於1500cc 那就是你的水分就是嚴重的不足了 你此類推相當多啦 你孩子如果穿高跟鞋 三吋 站超過三個小時的 你自己要小心了 你不覺得這樣的一個錯誤的生活習慣 很容易一講大家就懂對不對 事實上健康管理就要從日常的生活習慣下手吧 所以美照我們正在收集這些東西 然後我們要應該講就是我們會讓所有美照的直銷商 第一個都瞭解 瞭解以後茶餘飯後你就拿這些東西去影響你周遭的朋友 大家都會覺得你是一個很好的健康的大使 對吧 所以我告訴各位 從事健康管理很有趣 所以我剛提到評估很重要 所以美照事實上因為我們已經有超過100萬人次的data在我們手裡了 所以經過我剛提到的健康問見的100項跟健康檢查之後 健康檢查的做了100項 這兩個100項交叉分析出來 哇 這可以做出很大的學問 所以我剛跟各位提到就是說 好我們從這個你有警告訊號出來了 有哪些不良的生活習慣我也告訴你了 再來如果你都不改變的話 那哪一些疾病會來找你對不對 但是我發覺20年來我也很努力了 但是我發覺這樣的做到剛才講的說 哪一個疾病會來找你 我發覺大家還是無動於衷 中國有一句話不見棺材不流淚對不對 這個是大家都這樣子嘛對不對 所以我就在思考說 我還有用什麼方法呢 可以讓大家對於你身體的信號 告訴你的時候你會在意它不可 後來我們又做了一些研究 這個研究也是相當的精彩 給各位看一下 所以你看我們每照有十大的健康警訊 這個資料我們每年都在做做統計 體重超重的 脂肪肝 空腹血糖 脂肪偏高 肛功能異常肛 我提到骨質疏鬆 隱藏性的肥胖 尿酸 V肝的代言者 血壓 我告訴各位這是十項 我保證各位在座的每一個人 裡面至少有三項 你沒有了請舉手 大家都不敢舉手 對吧 這個就是我們統計出來的 也因為這樣的一個警訊 我們就告訴你不良的生活習慣有哪些 然後從不良的生活習慣 不然我們就告訴你 有十大的風險族群 我們從癌症 糖尿病 代謝症 骨質疏鬆 肥胖 心血管 痛風 肝硬化 腎病 腎病是以後要洗腎的 甚至消化性潰瘍 我們全部都出來 所以每趟每年會把這些資料 做統計完之後呢 我跟各位講大概 做完健康檢查有四分之一的人 要到醫院去 但各位不要緊張到醫院去做兩件事情 一個是我懷疑你有病 到醫院去確定診斷 所以當我通知你去做醫院去做確定診斷的時候 事實上我們會告訴你 要看哪一個科 看哪位醫師 很多人有時候到現在還不知道你身體的問題 要去看什麼科別 搞不清楚 所以你看我們每年大概會 會除了四分之一的人要去確定診斷以外 四分之三的人我們開始給他健康管理的概念 開始啟動自己的健康管理 所以你看喔 我們在美照每年至少救了150個家庭 意思就是說 這150個家庭呢 來美照做健康檢查之前 跟我們今天在座的每個人一樣 活蹦亂跳的 什麼事沒有 但是檢查出來有惡性腫瘤 事實上這個例子已經相當多了 但是呢我們事實上呢 還有其他的就是非惡性腫瘤 跟所有的疾病 所以我想這東西事實上就是美照 有形的對社會的貢獻 我們讓這些人 早期發現自己的問題 現在的科技很發達 如果當你都還很正常的情況之下 找出來的哪怕是惡性腫瘤 他的治癒力高的不得了 這樣子 我剛剛不是提到嗎 我做了這些東西 我發覺也說效果不好 因為不見棺材不流淚嘛 所以我跟中國大陸的北京大學 北大的公共衛生學系 跟流行病的生物統計學系 我們合作 我要開發了一個什麼東西 開發一個就是說 我預測你有哪一個疾病會來找你 但是我進一步再預測 這個疾病在幾年內會來找你 這個應該有意思了吧 甚至於我們會算出來說 假如你的生活習慣都不改變 你的死亡率會有多高 所以現在這是跟中國大陸的北大合作的 我們大概在今年的六月中 因為他初步的稿子都已經出來 我們現在還在修改中 那這個東西就是他把整個的危險的係數 經過疾病統計 他們很有科學話去把它計算出來 所以這份資料呢 最後成型以後我想在亞洲地區 美照是有專利的 亞洲所有的醫院都會用美照的資料 來做他們自己的健康管理 從美照來講我不想站為己有 我要讓所有的醫院醫療體系 來共同享受這樣的一份資料 所以在這個地方呢 我應該再舉一個例子 再次的跟各位講 好嗎